一日有提出是兩千空二十五到文旦這時 特別提供到AI實境互動遊戲 撲到水格撲到文旦 最好獲得三千分的這個合成者 兩千空二十五到文旦這十個合得 農會超齊的工程來鼓勤 現場超過到四十位以外農 看來就有這個文旦現場做電視 去面很多民眾企駕做菜港 上面是吃辣的 現在文旦大家賣了八成了 應該是有一些農油券跟幼香券這些效益 我覺得有幫助到 然後我們今天針對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是給農民把他們最老文旦賣在這裡銷售 然後希望農民的文旦可以賣個好價格 然後有就是豐收的一年這樣子 出席外島的市地紅米鐵跟農業宿舊 學長可以表示說 今年文旦三龍很穩定 加上菜市到中市街還有很久的時間 消息不太過的金平 期待我們將來馬豆文旦節 越辦越多人 而且市場銷路越廣 而不只是靠農民自己口耳槍傳在那邊做小眾推銷 我相信有更大的有系統的包括電商的投入 都能讓全國更多的消費者能夠愛用馬豆文旦 能夠讓我們馬豆文旦銷路越來越廣 他剛才是國來的消息之外 外銷通路也今年超過三千八百檔了 今年今年外銷有很大 今年外銷比較長多少 已經超過三千二百三十一檔 三千二百三檔 但後面還有三千一百 他可以繼續出 所以今年我們的目標是五千檔 一千噸 但是呢 突破六千公噸 絕對是沒有比 併合了今年文旦的又遇見 都會在超市的佈地的幼幼學堂 和消耗的教肆的援助官媒本來到現場 去文旦的文旦電商高雄超市 搭配到三百塊農友館 和加碼幼箱里卷的出銷 讓外銷是港的超市買去也搶搶搶 南天新聞代理一下 沒到財航報道